我帮你捏一捏 大表叔 舒服吗 舒服 小孩的衣服几乎一天就要换一次 网上说小孩的衣服最好手洗 他坐在小板凳儿上搓衣服 秦初一站在门口歪着头看他 表哥 你在洗衣服吗 表哥 你为什么不把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洗 樊卓青抬眸看了他一眼 又继续洗衣服 表哥 你怎么不理我 樊卓青只好暂时停下用手语跟他交流 告诉他小朋友的衣服要和大人的分开洗 原来是这样 表哥 你上几年级呀 表哥 你喜欢什么颜色呀 表哥 你觉得复学难吗 表哥 秦初一跟在他屁股后面还想问 樊卓青从冰箱里拿出一根奶酪棒三小米 把他的话给堵了回去 叔叔 我们来玩骑马游戏好不好 怎么玩 叔叔你当马 我骑在你身上 秦师从小养尊处优 去哪都没人敢惹他 怎么可能会心甘情愿给别人当马骑 叔叔 求求你了 就骑一小会儿 他拖着小家伙在客厅里爬来爬去 原以为小孩子兴趣来得快去的也快 结果 他们玩骑马的游戏完了整整十几分钟 都还没有结束 驾驾驾驾 月月我 叔叔你好厉害呀 我最喜欢叔叔了 樊卓青从洗手间里出来 看到这一幕也有些吃惊 他在秦师的眼里找到了同病相怜的感觉 哇 哥 我也要 你要死 秦师瞪了他一眼 救他 还想把自己当马骑 自己没打他 都算他小子走运 不让骑就犯了 这么凶干什么 月月 叔叔真的不行了 咱们下次再玩好不好 好 叔叔辛苦了 樊卓可算是愿意从他身上下去 跑去拉开冰箱门拿了一瓶旺仔牛奶给他喝 樊卓青刚洗完衣服 他的手指冰凉还被泡得发胀 指腹的位置皱巴巴的 爸爸 你的手怎么变成这样了 在水里泡久了就会这样 表哥刚才是在洗衣服吧 没错 表哥在给玉玉洗衣服 秦初一打开电视看奥特曼打小怪兽 他平时在家这个时候肩必须要去睡觉的 好不容易没人约束 他要大看特看 秦家打了电话过来 说东西全都准备齐全 让司机过来接他们回去 明天一起吃顿中午饭 樊卓青打算在家自己煮饭 便拒绝掉了 表哥我们明天几点回去啊 下午三点吧 但是我们没车 要是有辆车就方便了 上瓜子二手车买啊 上个月我老爸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辆特斯拉 21款model 3只要99000 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 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这么便宜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 你也能99000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这么便宜 我赶紧去买一辆 自从被批准晚上可以在家复习 樊卓青每天都会把一部分题和课本带回家 秦时现在在自学高二的知识内容 看到他的课本有些好奇 想打开看看他的笔记 哥 方便把你的课本借我看看吗 樊卓青把有些旧的课本递给他 上面被泼了墨汁 有一部分内容都快看不清了 哥 你平时在学校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啊 你跟我说是谁 我去找他们算账 秦时见他不说话 心里的猜想就更加得以证实 不想说就算了 到时让我查到了 我非把他的手给剁了 看他以后还怎么欺负人 平常在家八点就必须睡觉的秦初一 今天一口气熬到十一点 连看了好几集才打着哈欠去次卧睡觉 樊卓青抱着孩子回了卧室 小家伙今天一整天都特别开心 枕着他的胳膊没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他躺在床上回想着白天的事情 秦家人对他的好和热情打得他措手不及 周末可以睡个大懒觉 一觉睡到九点多才醒 秦时和秦初一也才刚醒 大家洗漱完一起下楼去早餐店吃饭 他们两个还是第一次出去吃早餐 平时在家都是厨子做好了 起床就可以直接吃 这种体验还是第一次有蛮新奇的 樊卓青点了两碗薄皮小混沌和两笼小笼包 等秦家兄弟俩点完一起付款 吃完早餐一起去菜市场买菜 高中周末布置的作业也不少 回来后樊卓青去小书房里写作业 樊卓青打开手机下载了一个看视频的app 从来不网络充值得他充了20块钱的VIP 充好把手机递给他 让他躺在大熊的肚子上看动画片 小家伙看得认真他安静地做题 差不多写到11点半就全部做完 秦氏不爱看幼稚的动画片 以在厨房的门框上看他做饭 偶尔帮他洗洗菜 哥你真的太厉害了 在厨房的好处就是可以偷吃 他藏在厨房的角落里啃鸡吃 也许是因为偷着吃的所以格外香 今天人多就多做了几道菜 没想到还挺受欢迎的 樊爵习惯性地把米饭留到最后吃 然后樊卓青就会给他滴核桃油和海苔肉松 表哥我也要 啊真香啊呀 中午外面太阳大 樊卓青坐在沙发里发呆 傍晚凉快些后 他们打车去了秦家的老宅 一气呵成一次性画了十几张 他折起来分别递给周和 秦宇瑞和秦老爷子 秦初一 让他们随身携带 这幅可以调和阴阳 补足他们体内亏空的阳气 我的呢 都说了大表输命很硬的 不需要这些 要的 给我一张 我胆小 你知道吗 我觉得 接下来